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 那么本期节目的我们来点评一下 就是说这个两会当中汪洋代表政协 全国委员会在上一年度所做的 这个年度的一个总结报告 看一看其中有哪一切是值得 我们需要点评和观察的一些角度 那么汪洋的这个报告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透话 和去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那么其中它有值得我们关注的新的地方 就是他对于去年 整个中国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大事的回顾 当然了 而汪洋本身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也是中共的这些所谓的常委之一 所以说他的这个角度 完全就是一屁股坐在习近平的这个角度和立场上 然后呢为他进行辩护 哪怕习近平罪恶滔天呢 那么汪洋也要把他说成了多么的华丽 还有漂亮 这就是了汪洋整个的这个报告的一个基本的利益 那你就可想而知了 那汪洋在会上能够说什么呢 除了呢 首先要给习近平戴一个高帽子 说过去一年当中中国取得的所有的成就 原来都是因为习近平的领导所导致的 先当不说呢 就是说这个结论啊 是多么的荒唐和可笑 单单就汪洋啊继续的把全国政协的这个工作 局限在呢 围绕着这个中共的这个意识形态 这样的话去浪漫 因为大家都知道政协也是中共的一个机关 或者说他呢 其实也是花费了中国人的名指名高 也是拿着纳税人的钱在这里挥霍的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机构啊 然后不为老百姓说话 或者说呢 不聚焦于当前中国的一些真实的社会问题 反而在这里呢 为一个非常无能 非常腐败 非常残暴 非常荒唐的这么一个政党去歌功颂德 我想啊 这个两会呢 再进一步体现出了 就是特别是政协这一方面啊 真的就像一个花瓶一样 成为一个摆设 甚至呢 有时候哪怕是习近平想要往这些花瓶的身上 投一点垃圾 放一点污秽的东西 恐怕呢 这些花瓶也不敢说什么 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监督啊 没有任何的空间 没有任何的这种舆论的这种氛围 这就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 那么汪洋呢 他在去总结去年一年的时候 全国政协工作的时候 他就说呢 他认为的是啊 他把这些东西认为是一些这个全国政协的功劳 比如说 学习习思想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政协呢 搞各种各样的谈话的这种载体 但其实这些东西 首先学习习思想本身和生产生活就脱离关系 严重的啊 脱离实际的这么一个活动 却被啊 全国政协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主席汪洋先生 拿来呢 用来当成是政协的一个功劳啊 那我想汪洋站到那里说话的时候 难道腿就不软吗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啊 那么 政协的这个谈心谈话 重大问题的这个宣讲团 说白了 就是政协给共产党呢 进行这个老百姓的群众工作的洗脑 也就是说 当共产党很多东西不方 他不方便 出来讲的时候呢 那么让政协出来给共产党去擦屁股 这就是政协啊 所谓谈心谈话的一个中心工作 那就是你对共产党 如果受有不满的话 那么硬的啊 那可以动用这个警察法庭和监狱 软的呢 就可以抬出各级的政协的这个工作人员 然后呢 出来进行所谓的这个谈心谈话 这个谈心谈话 看上去啊 好像呢 是比较和善 或者说呢 有一些文明的尺度 但实际上呢 这种谈心谈话 能够让人想到的 就是中国明代的东厂和西厂的特务机关 所谓的谈心谈话呢 其实是变相的限制当事人的人身自由 然后呢 不让他们吃 不让他们喝 还要呢 不断的给他们宣假 习的这些谬论 这就是政协所做的这个勾当 完全成为习近平思想 在中国社会进行泛滥 不断的为虎作仓的一个打手 所以说我不知道 中国的这个政协在今年啊 可以说仅仅能够看到的和去年政协工作报告当中呢 这些新的这些点 但是这些新的点呢 等于是换汤而不换药 继续的给中共在中国的这种啊 可以说民脂民膏的浪费也好 对各种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前进步伐的这种阻碍啊 进行各种各样的辩护 我想呢 而且汪洋呢 最后还谈到说 2021年要围绕着中共成立100周年 要做好相关的这个庆祝 这其实等于是说 政协以后就不干别的了 而专门呢给共产党啊当这个庆典的组织啊 管理员 恐怕呢 我想这是以后政协的一个新的一个新的一个角度和角色了吧 那么这也是对于中国的这个政协工作的一个最大讽刺 好的 今天的节目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